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20新政局 现在大家关注的点就是赖清德在就职典礼上面讲出来 类似这样新两国论的一个说法 而这个新两国论难道美国是默许的吗 他提到在宪法条文里面 他自行这样推演 抄议出来的 讲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那其实现在马办都出来讲说 你很多里面的内容是违宪的 你不是这样解读的 而且他通篇都是讲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都是用中国来形容 这同样也是违宪的 因为我们在宪法里面就是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 你一个身为国家领导人的人竟然带头违宪 然后还要告诉我们说你是依据宪法 你叫大家怎么听得下去呢 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个郑文燦讲了一番话 让大家证实了 因为这两天其实都是外界在讲说 难道也是讲两国论吗 那今天郑文燦等于说说了一句大白话 他说对 因为这个李登辉总统时期 台湾经历了民主化 落实主权在民 两国论是李前总统留下的重要资产 贯穿的核心是台湾的民主意识 等于是认了赖清德就是喊出两国论嘛 那而且呢 为什么我们说520当天本来一开盘的时候 好像看到这种观光类鼓啊 航空类鼓啊 都是这样子 有的还直接拉到涨停 但是他一讲完话 两国论一出来之后 马上到谍停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落差 就是518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数位媒体都刊出一篇 国安人士先抛出 这个赖清德演说的四大要素 大家感觉起来好像是说 这样感觉上是会比较柔性一点 比较软性一点 可能可以跟这个对岸递出橄榄枝 哪只到底的不是橄榄枝 递出来是一个两国论 让这个大家通通都吓了一跳 那520跟518这个内容差异 怎么会这么大呢 难道这一位这个国安人士 是拿错稿了吗 还有他们连党内人士都质疑 这个难道是赖政府国安漏洞吗 那现在美国知道这个赖清德这样子的演说 竟然还表达理解 这个美国的态度让大家觉得很奥妙 其实这样回 就看他们现在态度往回看 2023年7月 美国众议院就无意通过了 台湾国际团结法案 然后通篇也没有提及台湾 也没有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关系表明这个立场 堪称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2.0 那这个这样子的2.0 未定论2.0在美国撑腰之下 等于说让赖清德可以摆脱历史的包袱 顺势把现况重新诠释两岸的定位 做世界的台湾 那就是新解了这个2758号的条文 默许了这个互不隶属之说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赵春山 他就讲说 这个美国形同支持一中一台 这样看起来已经很明显了 这样子的一番就职演说的讲法 已经是不是定调了一中一台 甚至是两国论呢 那当然对岸的这个反应非常的激烈 王毅现在连续两天出来喊话 而且这个我们有讲到 这个层级是拉高的 不只我台判也有讲话 王毅有讲到 第一天他是批评赖清德 指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性因素 第二天他再次重申 更强调台湾问题是 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连续两天说重话 那国台办也是连续两天批赖清德 说会自食恶果 台独是绝路 他说现在赖清德 你在那里面演讲当中 在那边打着和平共荣的幌子 空谈以对话取代对抗 交流取代围堵 还说什么大陆居民啊 学生啊什么 这样子什么要交流的这些事情 不能 现在目前大陆的学生 居民也不能够来台旅游跟就读嘛 那你还没空讲说 要开放什么旅游 要开放什么来念书 那都只是一个讲一个漂亮话 那实际上并没有要这么样做嘛 所以这等于说暗示这两项交流 短期之内根本是没有办法开放 那微博上面的一些官媒的 这些微博的账号又更加的精彩了 比方说央视 他们今天是直接贴出来统一 这样子的一个文字 他们说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也永远不是一个国家 台独死路一条 而这一篇贴文在热搜榜上面 是到了第二名的位置 第二名的位置 再来还有这一个一些共青团的一些 微博 他们甚至在直接贴出来说 这个回归台湾当归这些图 还有说金台高铁图 2035动车到台湾 所以他们现在 等于说放弃跟你赖清德沟通了 而是直接告诉你我的态度在哪里 要统一了 要有这个金台铁路了 那东部战区也是po出来这样子的文字 就是说这个台独 这些状况 他们也会有一所因应 现在东部战区的练兵备战现场的一些文章 不断在更新的发布当中 那我们来最后来看看 现在美国是要逼着台湾备战吗 今天黑熊学院还大张旗鼓的 办了这个记者会 他们说要重新思考区域安全 台海局势 然后呢 关键的这些国防准备 台湾准备好了吗 他们说现在就是要以乌克兰经验 来看看台湾 这新形态的战场科技的一些应用 现在是真的要把我们推上战场了吗 已经在备战的这个氛围了吗 这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吗 这样的氛围怎么感觉那么浓 一种王国感 那庞佩奥还讲一番话 他说台湾要对美国有信心 庞佩奥讲如果中国犯台 美国一定会到 你以前当国务卿的时候 你有这样讲吗 你现在不是国务卿了 你来讲这一番话 我们要对你有信心吗 我们来问一下顺丰哥怎么看 这个两国论难道是美国默许的吗 这个问题我们用最短的时间 来给各位做一个最简单的厘清 让大家了解目前的情势是怎么样子 2000年陈水扁就任的时候 那么大陆的定调就是听其言观其行 就是我有一个等待的空间 一个检查的空间 到了蔡英文的时候是未答完的问卷 到了这一次赖清德的讲话 就是直接定调 就是台独 所以完全没有等待的空间 所以难怪赵春山先生会特别讲那一句话 就放弃幻想 准备斗争 他是一方面是对台湾讲 说大家做好 不要再想东想西了 准备斗争 所以某一个角度看 也是大陆的态度 大陆在这个问题上 过去是可以等 就是准备谈可以等 现在则不想谈 然后准备打 不想等 我想会不会到这样的地步 不要把我们的生存建立在 人家不会反应的基础上 千万不要有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我在历史上常常会让大家记得一件事 那就是1950年的韩战 那个时候无论从哪一个角度 无论从事实怎么样的一个分析 最后一个结论 中共怎么可能去打这一场仗 包括美国 包括麦克阿斯 所有的情报说大陆可能会 国时 不可能 任何一个危机都是建立在高估自己 低估对手 那么错估环境的结果 这是可以用之 所有事情成败的一个真理 台湾有没有高估自己 有没有错估的中国大陆 有没有错估的环境 有没有错估的美国 回到今天你 也是我们今天问题的一个最好的重点 绝对是美国的态度 大家都晓得 赖清德的这篇演讲 最后的最终的神高者是谁 一定是美国 所以赖清德怎么讲不重要 因为赖清德讲了也不会改变什么 但是这是美国同意下的主张 这个主张是什么 就过去美国把两岸是一个中国的政策 然后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一中一台 不支持台湾 不支持两个中国等等 这个是过去他的一个政策 可是慢慢的在中美博弈 越来越激烈之后 这个已经变成了美国的诵经的经文 等到阿弥陀佛 等到阿弥陀佛 现在一碰到中国的问题 就讲怎么样子 一中政策 然后不支持台独 现在一个问题来 这篇美国同意 作曲下的这一个两国论 它的原重在哪里 美国的意图是什么 李登辉是讲 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 他还加个特殊的 这个特殊的 你说两岸今天是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你可以说是 是不是好像也不是 所以用特殊的还让有一个空间 模糊的空间 现在这很摆明是没有空间的 为什么美国这样的作用没有空间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请我们大家一定要放在心里的 美国已经把台湾放到河上这口了 这个概念是什么事情 就是他假如民进党是美国拉着 一个果链的这条果的话 现在他已经把这个绳子拉长了 他把所谓的台独已经拉到 什么叫做台独 只要没有公布出台湾独立自线 然后宣布台独 就不是台独 他已经把这个线拉到这个程度了 也就是说 美国在整个的中美博弈里面 已经把台湾送到前面去考 然后看你中国大陆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不要忘了 政治之间的互动 从来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这常常是一加一会加出多少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当中国大陆联系这样几次 这样的表态 尤其王毅 他不是以外交的身份 他是以中共对台工作小组的 第三号人路的角色 他来做这样的细数跟表达的时候 别忘了 九六飞荡危机之前 中国大陆先纹批 就是把李登辉先纹批了一阵以后 最后有了行动 现在开始纹批 行动什么时候开始 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 请各位不要善意的期待 我真不想看到那一幕 身为台湾人 我们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 我们的亲朋好友 自己的生命都在这里 谁把我们送上了战场 不是赖清德 是美国人把赖清德当作工具 把台湾人送上了战场 好 来问卓老师 我对于美国的态度 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值得 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我认为如果说美国的 美国政府相关人士 事前看过了全文的这个内容 那我很好奇的是 北京方面看过了没有 赖清德方面 赖清德政府 赖清德的团队 事前有没有跟北京方面 进行沟通 那我希望赖清德的团队 赖总统的团队 也能够就这个部分 能够让国人也能够了解 毕竟这是一个 关乎台海和平的重要 这么重要的一篇演说 争取各方的这种理解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为什么我还是要强调说 我认为美国的态度 其实还有摸索的地方 还有探索的地方 第一个 因为前几天 前两天 其实有记者去问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 关于所谓的互不隶属的这一段 他是说要请你们去问台湾当局 他并没有对这个有任何的表态 那你看到这个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里头 大部分也都不提这个互不隶属这个部分 很显然美国对于互不隶属的这一段 其实美国是不愿意特别去 是不愿意去谈的 那今天这个金融时报 其实也有一篇报道 我觉得也很值 也很 观点也非常特殊 他特别强调就是说 赖清德采取 赖总统采取了一个 跟蔡总统不一样的做法 蔡总统在他的演说里头 他会避免去突出所谓中国大陆 跟这个台湾是所谓的两国的关系 他会用北京当局对岸 但是在赖总统这篇演说里头 我们完全看不到这样子细腻的处理 所以说其实我认为 这个是不是传递了一些 外国政府或者外国官员 或者其他人士的想法 我不知道 可最起码大家看看这篇报道 我觉得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也有国际的人士注意到说 赖总统跟蔡总统是不一样的 所谓的菜归赖水 其实在这篇演说里头是看不到的 那当然我觉得进一步 我其实也要呼吁一下 这个郑文燦先生 他也即将接任海基会董事长 两国论这个词 真的是不能随便用 我们在台湾 我们大家都希望 中华民国能够昂扬于国际 我们希望中华民国能像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一样 能够在国际间能够被平等的对待 但是在处理到两岸的时候 我们会尽可能的把两国的说法 变成是一国 诠释成一国 因为这是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 这就是我们基于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是这样处理 而这样也能够让两岸保持一个模糊的空间 但是作为要即将要接任海基会董事长的 郑文燦先生 我想各界对他都有很高的期待 那他是不是在提到两国论的时候 真的是要非常的谨慎 就好像刚才这个 申风先生所提到的 就是说 过去李登辉总统也有 也有个特殊的两国论 那么到底两国先 两岸到底 如果你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两岸有没有特殊性 特殊在哪里 为什么特殊 我希望这个在整个赖团对身 里头的这些重要的人士 真的能够去多创造一些模糊空间 不要让两边真的是火车对撞 这样结果绝对不是台湾人民之福 所以我补一句话 在李登辉讲出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的时候 美国是出来吹哨子的 但是当现在讲出互不历史的时候 美国是模糊其词 没有哨子的 请注意这个的转变 好 来文件长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说 台湾对美国一定要有信心 如果中国犯台 美国一定到 我想请问的是 眼道 口道 心道 人到不到 人不会到的 而且你到了 来不来得及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 我拿出证据给大家看 这个是哪一个机场 他在这边写力建东南 可见是东南的一个机场 可是他没有讲是哪个机场 可是这边其实有个讯号 他叫做空防桥头堡 解放军在东南的各个机场里面 有这个桥头堡的只有一个地方 叫做水门机场 水门机场距离台北市 距离台北市上空有多远 246公里 246公里如果以一马赫来飞行的话 就是一倍音速来飞行的话 12分钟就到了 大家认为这很正常 这一点也不正常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在这上面 他在同一个视频里面 也就是央广军事里面 他讲了 他最后有拉出一个旗子 这个其实叫做什么 辽东雄鹰 辽东在哪里 辽东可是北部战区 所以他的北部战区的部队 都已经进到东部战区训练了 意思是什么 未来一旦要进行武统的话 是各战区轮换 其实中部战区还有西部战区 都有类似的这些证据 以后有空小舰长一一地拿出来 为什么我说美国他会到 他来不来得及 我今天做了一个统计 也就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航空母舰 他们从美国的西岸 也就是无论是 我们所看到的圣地牙戈 或者是布雷默顿 布雷默顿就在西雅图下面一点点 这两个军港到了西太平洋 大概几天 我们来看林肯号在2022年 可是21天 那尼米兹号46天 那卡尔文森号27天 那回去有没有 也有 他们就是我们看到罗斯福号 2018年回去的是27日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台湾真的是遭遇到武统的话 美国要到20天以后才看得到 20天 对 20天 我们要撑20天 对 那这个蔡总统以前有说过 他说要撑两个礼拜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要忙回来